我不惊讶外国人做这些,加拿大人和美国人做这些,我不惊讶。 因为如果你是在中国的网红,你没有其他选择,你只能这么做。 中国政府已经在这场宣传运动中投入大量金钱,让中国看起来不错,并宣传中共政府。 人们不再保持中立,出去拍摄非常中性的内容,因为这不被允许, 不再有展现细腻复杂性的空间,不再有空间能去说,这很不错,但这需要关注。 现在只能讲述好的,讲述为什么比西方好。 这位油管博主说出了一个真相,中共正在给全世界洗脑,这会有多可怕。 让我们看看一则有意思的中国街头随机采访。 你知道历史上哪个国家占领中国的领土最多吗? 英国,你为什么觉得是英国呢? 因为它占领了香港、台湾,还有很多中国领土,我忘了。 日本,那你为什么觉得是日本呢? 因为他们侵略我们时间最长。 日本吧,你为什么觉得是日本呢? 感觉吧,你为什么觉得是日本呢? 因为只看过这场打仗的事迹啊,经常播放啊。 秦国吧,毕竟它统一了六国,因为我对历史也不算太了解, 然后我觉得毕竟是秦国统一了六国,那它的领土也应该是很大的。 小姐姐,你是穿越过来的吧? 看了这些答案,我们不禁怀疑, 这些中国年轻人的历史课,是不是体育老师教的? 他们为什么会对本国简单的历史常识都显得那么无知? 这就是中共长期宣传洗脑的力量。 它能让人们对历史真相的认知发生惊人的扭曲, 当然也能扭曲一个人对当下的认知,对世界的认知。 对国内,中共固然要严控舆论,并且多年来也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利益, 让中共的统治看起来牢不可破。 中共的野心不止于此,对国外,对全世界, 中共也要把控制舆论这一套移植出去, 他们深信,得舆论者得天下。 山寨货,高仿奢侈品,以及黑科技假牛肉, 假大闸蟹蟹膏,假月饼蛋黄等等, 在中共国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造假, 这些已经渐渐为世人所知。 你每天看到关于中国的新闻内容, 即便你也有所怀疑来自中共造假, 但事实可能远超出你的想象, 连整个媒体都可能是中共伪造的, 是不是再次刷新了你对中共造假宣传的认知? 今年2月初,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发布一份报告, 指出了一个惊人的内幕, 在全球有100多家伪装成外国当地新闻媒体的网站, 他们背后由同一家中国公关公司运作, 充当内容工厂,宣传亲共内容。 这一事件让中共大外宣再次成为舆论话题。 大外宣是近年来很热门的名词, 指的是中共利用对外宣传的各种手段, 意图掌握媒体的话语权和控制国际舆论的权利。 大外宣竭力塑造一个与真实世界截然不同, 甚至完全相反的平行世界。 在这个平行世界里, 共产党的意志成为一种强制信仰, 他们自成一套歪理逻辑, 对事实不惜加以歪曲、善改甚至捏造。 大外宣早在1999年已开始, 迄今已历经20多年, 长期渗透全球, 以各种面貌, 以极为难以察觉的方式, 操控媒体舆论方向, 甚至误导人们把谎言当成真相, 进而左右人们的认知, 企图影响各国名义, 施政, 选举等等, 中共可谓处心积虑, 用心险恶。 中共大外宣系统早在2020年就开始了山寨伪装外国网站, 由于这种事见不得光, 直到两年后的2022年8月, 才被美国麦迪安网络安全公司首次披露。 去年10月、11月, 意大利夜报和韩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分别报道, 今年加拿大公民实验室发布详细报告, 经路透社报道后, 这类事件才广为人知。 这些伪装网站的网页格式类似, 一般会拷贝当地主流媒体新闻, 但很少给出新闻链接出处。 报道有关中国的内容, 则完全复制中共的说法, 当需要攻击一些中共反对的人物时, 因为怕审查, 这样的文章很快又会被删除。 韩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报告说, 针对韩国的伪装网站有以下几个特点, 未经注册, 冒充韩国数字新闻协会会员, 网站上缺少媒体公司的地址、 联系信息和企业名称, 网站的名称和域名与真实媒体公司相似, 比如伪装成中青时报的假网站, 与真实的中青时报相差无几。 这些特点也适合于其他国家, 比如罗马日报, 看起来完全像是一家意大利新闻媒体, 报道意大利当地新闻, 并自称是意大利知名新闻网站, 但主页一个不显眼的新闻稿栏目, 点选后就能看见一连串中共官媒的文章。 令人吃惊的是, 山寨伪装网站已经遍布亚洲、欧洲、美洲多个国家。 按照伪装网站数量排位, 分别有韩国17个、 日本15个、 俄罗斯15个、 英国11个、 法国10个、 巴西7个、 土耳其6个、 意大利6个、 西班牙5个。 夜报报道, 意大利6个甲网站实际上有相同的IP地址, 位于德国法兰克福, 供应商是中国腾讯公司, 这些都与一家中国公司海迈云祥传媒有限公司有关。 企查查信息显示, 海迈云祥成立于2019年10月, 注册地址在中国深圳市, 注册资金只有3万元人民币。 公司官网介绍, 该公司主要专注全球媒体传播, 海外网络推广, 媒体分发传播可覆盖全球五大洲百来个国家, 超过上万家媒体网站。 中共大外宣扩张的背景之下, 其中关键年份是2009年, 那是大外宣正式开始之时, 还有2019年, 那是大外宣在民主国家遭遇到强烈阻力的时候。 中共大外宣自2008年后变得更加主动, 当年西方世界爆发金融危机, 中共当局显得非常兴奋, 认为这是对外宣传所谓中共模式的好机会。 2009年, 中共注资450亿元人民币正式推出大外宣计划。 这是来自微软2023年报告的 大外宣华文媒体全球分布图, 获得海外华人广泛支持的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 遭中共政权镇压, 当局首先对海外华语媒体进行收买与渗透, 多数海外华文媒体被收买。 那些最先开始鼓噪中国经济好的媒体, 都得到了中共的大量经济利益, 比如获得广告投放之类, 他们就觉得只要夸中国好, 他们媒体的生存状况就会好很多, 所以大家渐渐失去了警觉性。 先是加拿大、美国的中文报纸, 哪怕以前不亲共的报纸, 也都是说中国经济有多好多好, 然后英文媒体也都跟着鼓噪。 看看自由之家2022年报告中, 中共大外宣对各个国家的影响力, 这个图上颜色越深表示影响越大。 除了中共国本土颜色最深, 面积变及全国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欧美多个国家深色面积部分, 有的已经和中共国差不多了。 2000年初, 中共投资数十亿美元以开展大外宣工程, 在世界各地以多种语言塑造媒体内容及论述, 对民主国家常用的手法之一, 就是所谓的借船出海。 收购外国媒体公司, 保持绝对控股权或持有部分外媒股权 或与外媒内容共享, 通过外媒间接传播中共声音。 现在中共的重点主要集中在非洲、 亚洲和拉丁美洲, 尤其在非洲提供数字电视及网络服务。 2019年又是另外一个转折点, 当年发生香港反送中运动, 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 中共开始在社交媒体 如推特、脸书上的虚假叙事活动暴增, 主要是抹黑香港抗议者 以及把病毒甩锅给美国。 这是公民实验室报告中, 关于2018年底开始, 到2020年3月底期间, 每周中共官媒在脸书上 推送政治宣传广告数量的图示。 我们可以看到, 2020年头三个月的广告骤然增多, 几乎占了15个月以来 广告总量的一半以上。 这些伪装的外国网站设立的时间, 刚好也是2020年左右。 最常见的攻击对象 也都是与疫情有关, 如攻击揭露中共释放COVID-19病毒的 病毒科学家闫丽梦, 或指控美国对东南亚国家当地居民 进行生物实验。 首先针对的是韩国和日本的受众, 从2021年2月开始, 重点转移到欧洲国家, 在2023年初转移到拉丁美洲国家, 现在全球范围至少有 123个伪装网站被发现出来。 如今, 中共的大外宣包括多余种官媒网站, 外国网红, 数字电视网络等基础设施, 微信等平台, 以及各种欺骗和胁迫手段, 构成一个极其复杂的体系。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首要控制群众面最广泛的社交媒体, 因而在微信、 WeChat、 抖音、 TikTok所花费的力度最大, 且更有系统和持续性的散播, 唱好中共的各类型资讯。 中共最懂得做好群众工作, 深入民间的社交媒体, 正式上加宣传平台, 让中共的系统宣传讯息, 如水银泻地般, 深入到全球各地的寻常百姓家。 控制整个平台, 就等于控制了平台上言论的审核机制。 比如, 多用于在线会议的Zoom平台, 中共就直接通过给Zoom 在中国的公司发号施令, 因为Zoom在中国有很多人员, 某些内容, 比如说基督教聚会、 法轮功聚会、 民主反共聚会, 都不能在Zoom上进行, 舆论就是这样被中共控制住了。 对于媒体的控制, 不仅仅只是影响你我的认知, 更成为迫害人权的工具。 1999年起, 中共开始了大量 对于法轮功学员的不实报道宣传, 让一个庞大的谎言笼罩全球, 更塑造一个让中共当局 便于迫害人民的舆论环境。 比如, 常见的一个手段是利用网红 进行软性宣传, 美化中共。 我身后是一片雪白雪白的棉花地, 你们想了解新疆的棉花吗? 那就跟鼓励走吧。 通过中国新疆网红安妮鼓励 对新疆美好风土人情的介绍, 企图潜移默化洗白中共, 让人们忘了新疆再教育集中营等非人道手段, 忘了中共如何对维吾尔族进行人权压迫和侵害。 不仅利用中国网红, 中共还善用洋网红。 2023年底,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 名为, 照中共歌单唱歌, 外国影响者在中国宣传体系中的作用。 报告通过了中国主要视频流媒体平台, 如Bilibili, 抖音, 西瓜等, 收集了120多名拥有活跃账户的洋网红名单, 并对其内容进行了研究。 报告发现, 这些洋网红正在接触越来越多的国际受众, 其中一些在中国拥有数千万粉丝, 在海外平台上拥有数百万粉丝, 尤其是在TikTok、YouTube和Exit上。 而中共在这些社媒平台上 以利用和积极发展拥有数百万粉丝的 外国关键意见领袖KOL 作为其独特的宣传资产。 北京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合唱团, 能够比中国传统的官方媒体 更有效地宣传政党叙事。 利用这些洋网红的受欢迎程度, 消除国际对其批评的声音, 宣传中共的主旋律, 增强其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影响力。 不过,物极必反, 现在中国大外宣可能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一是因为中共当局越来越不得人心, 大外宣没有用了, 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体制内的人, 现在都一致反对习近平, 反对共产党。 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 在《2022北京的全球媒体影响力, 威权扩充和民主的复原力量》中写道, 在过去三年, 中共一方面加大其媒体影响力, 不断涌现新的策略, 而另一方面, 北京与习近平在民主国家中的国际声誉明显下降。 事实上, 中共的外交官, 国家媒体机构和其代理人, 现在在民主国家展开活动时, 都会遇到严重的障碍。 除了基本民主, 保护媒体自由的抵御能力外, 公众也越来越了解北京的活动, 政府调查记者和公民社会的活跃人士, 也更积极地侦查、揭发和抵抗大外宣。 2005年, 第一所孔子学院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开设, 这是中国孔子学院首次进驻欧洲, 之后陆续在美国、俄罗斯、泰国等世界各地开办, 成为中共大外宣的实体平台。 但在2019年12月, 瑞典关闭了在瑞典设置的全部四所孔子学院, 如今境外所有的孔子学院大都已被关闭, 几乎遭到了全军覆没的失败。 同时在2019年, X、脸书、油管等纷纷宣布 封禁中共大外宣账号或频道。 去年8月份, 脸书又删除了超过7000个中共大外宣账号。 但总部在中国的社交平台 仍然在顽固地坚持演绎他们的大外宣平台角色, 比如今年年初的台湾总统大选, TikTok上充斥着丑化抹黑台湾民进党的视频内容。 这个平台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 企图影响台湾大选结果。 当然, 结果我们都知道了, 它并没有得逞。 如果没有自由世界全社会的警惕和对抗, 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有的观点认为, 既然中共不允许X、 脸书、 油管等社交平台进入中国, 为什么美国不能用对等原则来对付TikTok、 WeChat? 你在这里因为美国民众需要TikTok对我们国家和个人安全构成威胁的真相。 我们不相信TikTok会接受美国价值观、自由、人权和创新的价值观。 TikTok一而再地选择进行更多的控制、 更多监视和更多操纵的道路, 你的平台应该被封禁。 2023年3月, TikTok首席执行官周寿兹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 尽管极力淡化自己与字节跳动乃至中共之间有关联的指控, 但对于很多只需要简单回答yes or no的问题, 周寿兹多次试图回避而没有正面回应。 它的表现就像中共一样不可信、不可靠。 你们的技术正在导致死亡, 是或者不是。 我要提醒你, 向国会做虚假或误导性陈述是联邦罪行。 目前,全部数据是或否, 这没有那么复杂,是或否。 2019年, 欧盟委员会决定对TikTok启动正式调查, 评估TikTok是否违反了欧盟数字服务法。 如果被发现违反数字服务法规则, TikTok可能面临高达其全球营业额6%的罚款, 中共又以大外宣平台将遭到实质性的打击。 自由之家报告中说, 中共的行动往往破坏了它想要宣传的论述, 中国国内侵犯人权的行为和激进的外交政策, 无论中共大外宣如何试图粉饰都变得徒劳。 在调查的30个国家中, 有23个国家的公众舆论对中共或中国政府的评价均有下降。 8年9年前的时候, 在西方很多人都说中共国经济有多么好, 唱反调的声音主流根本就不会认同。 但现在的情况出现了大逆转, 尤其2019年之后, 中共露出狼牙, 凶向毕露。 当年华为公主孟晚舟事件后, 中共迅速抓了加拿大两个麦克做人质, 还有中共至今不配合世卫组织调查, 但在西方普遍被质疑的病毒起源。 在这两波冲击下, 西方人自然都看在眼里, 西方舆论大滑, 任由中共大外宣再怎么折腾, 作用都有限, 因为事实就摆在那里。 即使外国以前很亲共的那些西方政界人士, 现在都不得不表现出来要远离中国, 以避免自己成为众矢之地。 在这个趋势之下, 中共大外宣的作用越来越弱。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中共国经济严重下滑, 经费变得紧张, 中共在海外的渗透经费主要都是花外汇, 但现在中共外汇储备事实上很紧缺, 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花外汇, 捉襟见肘之下, 自然在宣传上, 力度就不如以前那样铺天盖地了。 中共对西方媒体渗透, 以前大量都是靠广告投放, 给媒体送生意上门。 现在经费少了很多, 广告自然比以前少很多了。 以前中共的操作往往是先由私人公司, 去给目标媒体投放广告, 然后再向中共政府拿钱。 现在经费紧张之后, 这些私人公司无法从中共政府手中申请到经费, 以往那种模式就运作不下去了。 中共财政日益枯竭, 投入大外宣的资源和经费会受影响而减少, 但不会导致大外宣短期内完全被放弃, 唱好中共的声音仍会长期存在, 尤其在西方大国大选等重要时间段内。 对于舆论高地的争夺, 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认知战, 因为北京的最终目标, 就是维护中共控制的文化、 话语权和意识形态, 消除外国自由政治言论的影响, 从而维护中共的合法性。 认知战和间谍战双管齐下, 背后正是中共企图染指全球的野心。 2024年, 又到全球瞩目的美国大选时间, 美国大选结果将对世界产生一系列 重大影响, 中共大外宣肯定不会缺席这个关键时间段, 让我们拭目以待将会发生什么。 令人欣慰的是, 面对中共咄咄逼人的收买渗透, 不断翻新的宣传阴谋, 西方文明世界近年已经开始警醒, 虽然是亡羊补牢, 但总算为时未晚, 如何进一步严肃应对, 打击中共输出与文明相悖的邪恶价值观, 则是一个必须长期重视的课题。